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绝试叫swim 在布鲁斯叫shuff 这俩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所以绝试就不牵着到 绝试和弦比较丰满特别多 可以说非常复杂 布鲁斯里边就145这三个和弦它有一些添加的和弦 我们到时候讲一些比较稍微复杂的一些例子 这个简单的例子Power of Shuff 你先弹一遍第42号练习 我听听听看 66页的 84个 好不好 3 1 2 3 4 不错 好 唯一需要改善的是你的力度 就是重拍跟轻拍之间的力度它差别不大 英文叫做diamic range 这个range非常重要 但是已经比上次进步多了 就是你要注意到 因为这个面对面的时候才能看出来 导致比较不强 我给你弹一遍 用你的肌肉一模样setting 我希望你听一下能够区别一下 因为我这个很小的配合 我比较喜欢稍微大一点 就是无所谓 这个指音做得不错 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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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多少号弦呢 嗯 我就是上次说 下面是 下面是09 上面是 13263 哇很粗啊 这比较 这其实这比较适合它的节奏 对 因为它的低音特别重 Action有点高 你看一下 现在耐口量 还是很高 你知道怎么怎么检查的几个波温吗 嗯 上次说我不是第一个最后 对 你把这边第一个屏 然后把这边最后一屏 然后你看中间这个 小一毫米差不多就行了 应该有一点点空间 然后再看最后一根线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check 最后一根线可能大一点 因为这边辣力比较大 这期间不是百分之百一模 让它这边弧度大一点 这边弧度小一点 有一点点弧度是正常的 然后这个叫 叫front bow 然后不行的话呢 要打开这个三个盖 这边有个螺丝 因为你得扳一下 那个六轮扳 扳一下 紧的时候 通常那fingerboard 纸板是向后走 松的时候就往前 靠琴的拉里 找着一个平衡点 然后这个桥 这块可以调 对 你调吧 是吧 该换弦了 现在太旧了 但是我觉得整个琴的action 这个手感有点高 所以 如果你弹 比较慢的琴弦 但你弹很快一点 可能会比较麻烦这个琴弦 对 你为什么喜欢这么小的pick 因为你喜欢小的 我喜欢这种标准尺寸的 对 我对大部分是异号 没错 我觉得我拿着这个 肯定拿着 是吧 这个 ok 你可以适常加一些花样 在这里边 通常是在第四拍 或是每两小节加一个 别每个小节加一个 1 2 3 4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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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数一下这几个小节 8 对 8和小节不是很常见 其实12小节是最常见的一个循环 但是8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下一个是me next special 希望你能够读 这是三个声号 A调 所以呢 这个呢是第二把位弹比较容易 首先呢 你还要 A A调的无声音机 他没有用A小调 这不是正常的步 正常应该在这里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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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3 4 1 2 4 1 1 2 3 4 1 2 3 4 1 2 1 2 3 4 Rest 2 3 2 3 3 4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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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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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4 5 5 5 6 6 6 7 7 5 6 6 7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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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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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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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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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3,4,1 3,4,1 3,4,1 2,3,4,1 Feddle B to the cross B to the cross 1,2,3,4,1 1,2,3,4,1 1,2,3,4,1 好,最后这期拍你有跑掉 有点问题 没关系 开始初次学的时候 你第一次拍应该是可以这样 当然你你去拍戏反复几遍以后 我想你应该会熟悉这个速度 好,这里留给你的作业就展示这样 因为我在北京停留时间有限 所以我今天会快一些 多个六学岁 第68页 这行是大量讲的布鲁斯 布鲁斯是特有的一种音乐形式 在音乐里边 布鲁斯它的调性的错位是比较有意思 我管它调性错位 通常我们A调 那它就更看台式的 比如说刚才这个 A大调的和弦加A大调音阶 就是我们古典音乐常见的 流行音乐也这么做 但是它A大调里加的是 A小调的五声音阶 就形成那种错位的感觉 就比较怪 听起来就形成了布鲁斯的那种味道出来 这个节奏就是12小节奏 这小节应该最后小节应该是E比较容易 所以你就加个E 你还记得五种turn around 就转了 回头说怎么做 在这个两个小节叫turn around 在第一小节到第四小节 全是A 不管的 然后呢在第二小节这块 有时候会出现一个D和弦 这个D和弦叫quick change 就比较快速的变化 然后所以说有些行话 比如说你跟你的同学 将来的音乐学院同学 他说 Let's play key of A blues Vidquick change 你会变成D 你千万你不要小心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然后D和弦 后边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他说还有一种说法 他说 Let's play key of A blues start around 5 start around 5什么意思 在第五节开始 这就变成前奏了 所以最后四小节变成前奏 1 2 3 2 1 2 3 然后开始弹 所以Star Round 5 你就知道它肯定多出四小节了 刚前奏 很简单 这种套路是国际性的 不管在哪个国家 哪个民族弹这个弹幕 它全是这个一样的 我们来试一下 你觉得应该弹Suffle 还是弹民族 你喜欢弹Suffle 还是弹Suffle 弹Suffle 然后我们弹一个稍微快一点 这个下边一个叫CC Rider CC Rider就是这里的旋律 这边有一个Bass Line 这Suffle Riff 这三个是一个歌 或许换句话说 假如现在还有第三位朋友在这里 他弹Bass Line 你弹旋律 我弹节奏 或者我们互相换一下 也可以 就形成一个合作 所以这里边展示一个三人的合作 没有鼓 这里边没有鼓 所以我们接拍戏 替代一下鼓 我们用的速度 你觉得你多快为好 比较稳定的速度 稳定的速度 就是80度 好 你88好吧 1 2 3 走 C C4 2 C4 C4 2 2 3 4 2 3 4 1 2 3 4 2 2 3 4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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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叫G,它永远叫G,但现在的情况下你可以尝试搜,因为在A小调五声音阶 好,所以我用A小调的五声音阶加在A大和弦的背景上 首先A在步骤里边,比如说我用A和弦,我用A7和弦 因为在A小调五声音阶用的是还原的G 所以加你正好是A7 假如你弹一个还原的C,给我听就一个C的音,弹一下C 然后我弹A7,这种情况是一个冲撞感,因为我这里弹一个声C 弹一个还原C,这就知道了 然后你再弹一个下音是A这个音,我还弹这个 A这个音就这样子,A好,旁边 我们一个个试好了 对,然后我弹了A,这肯定合得上,因为这跟音嘛 那下音我还弹A7,然后下一个音 下一个音是G 对,一声音阶,第一个是A,C,再弹第一遍,C 这冲撞,我们叫错位 因为我应该是弹声C才行 但是这种音乐形式恰恰巧妙在这里 他弹还原C,我是声C你还原C就形成这种对撞性的音乐 也就是这种味道才是布鲁斯 如果不是没有这个东西在里面 其实听着就像流行音乐或者古典音乐里面传统的音乐 就恰恰是把声C还原C同时用 你甚至可以将来这么弹 对,你可以滑上这两个同时用 甚至可以 好,第二个音,无声音阶 这肯定合得上,对吧? 因为是A,我也是A 第三个音 好,这个音是什么?是G 那G在这里我也是降7嘛 我A7这么弹,对吧? 有一种A7这么弹 那我弹这个A7 因为我想把你旋律让出来 所以我不弹高音,我弹低音 好,再下一个音 五音在A里面是什么?我也有着E 对,和弦内音,对吧? 这是E第五音,对吧? 1,2,3,4,5 所以五音,再下一个音 好,这个是D D加2这什么东西?D在这里 是挂4 对,是挂4 你刚才说了是不是挂4 对,that's right 你听好多音,挂4,挂2是吧? 就是这样挂4 那这个解释就是说 在里边加了个4音也是和尚 也是A大调里边的一个音阶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碰撞性 它有一个强烈感 所有的挂的和弦 suspending chord sus4,sus2 都有强烈的感觉 要回到原始的和弦 比如说A挂4 还有一个强烈想回到A 解决掉A挂2 所以后来有很多六音歌 这么弹 好,再下一个还有吗? 好,又换到这个 还原C 还原C在这里是第几个音呢? 好,再下一个就没了 回到A了 这数一遍 好,当我弹到D和弦的时候 我们现在把A数完 这里边一共三个和弦 A7 D7和B7 我们再数 好,我弹D7的时候 你第一个弹第一个是C 这是和弦内音,对吧? 对,因为我在这里边有C 这个音 按照D来说是它几音呢? D是根音 对,降7 降7 对,好,下一个 你弹A,我也有A和弦内音 对,肯定不会冲撞 对吧,是和弦 那是D几个音呢? D是根音 D5音 D5音 很好 你随着所有理论现在都要被理解 被应用才行 不能说 我知道 反正D和弦在这里 我弹一个Am 这个A小 就可以,你要知道它冲撞的时候 会有一些原理在里面 下一个 好,G出来了 G在这里 我的D7这支 这是什么和弦 28 还是挂4 对,又出现在挂4和弦 所以还没有特别大的成长 挂4经常用的 下一个 好,这是什么音呢? E 9音 对,D9音出来了 所以所以成长D9出来了 所以当你停在这里弹 只要你弹长的音 停在这里我弹的D 马上形成的是D9和弦的感觉 对吧?好 好,这里明白了 当你弹快速无所谓 当你快速奔跑的时候 特别特别P了八块 你到耳朵就追不上 它每个点都形成了不同的和弦的效果 但是你追不上它 它怕一停那个音 或你推弦 我这推不了,你用弦 但是你可以推 我一弹 D9 下一个音 这是什么跟音 绝对没错 D嘛,我是D和弦 下一个 又是降7对吧 是吧,降7 再下一个 好,A是D5音出来了 好,我们再看E 我把每和弦都数一遍 你就彻底明白 E和弦我弹E7和弦 好,E7和弦 这个你加是C 这个音 我加C 这是什么和弦 如果你弹成C 我正好弹成E 那你觉得是什么和弦 E7 plus6 它会说 sharp5 所以E7在这 我们上次一段讲的 你弹一下 升5在哪里 E7的升5 是C这个音 那你就应该在哪里弹 对,是那个音 没错 你在这里弹可以 你弹一升5在这里 对 但比较飞行 你可以在这里弹一个 在这里可以弹一个 你在这里 在第十二把位 对 对 对,你弹一下E7 在这里 对 E7 那么这样 对 再加一个C旁边 就行了 就藏了一下吧 对 你能cross过来 能不是够长吗 你还在发育状态 你还在发育状态 再长两年 我长不了 我看你的手 我看你的手 没啥 手小弹电节 在这里特别有优势 你可以买一个薄一点的 对 薄一点 琴薄一点就能弹 没关系 这道不需要 好多弹特别棒 大师手并不大 对 反而我手很比较大 在这里优势 但这里比较费劲 倒不过来 太小了 对 对 你看 好 或者你弹这个 你弹一下 现在明白这个声 E7Shar5怎么来 就在这里 对 就正式 好 下一个音 再弹下一个音是什么 C吧 是什么 好 A A 那加A上面是什么音呢 挂4 对 1 2 3 4 E7挂4 E7挂4 叫E7Shar4 英文 下一个 好 这出现音呢 这个在E7里面是什么和弦 就是 往后过来 嗯 这个是A C A G G G 就是 但是 它在E7里面是一个 不存在 E7不存在 E7不存在这个音 确实是 是叫弦外音 我们叫和弦内外音 和弦内音 就是组成 比E7是1 3 5 7 1 3 5 降7 除了这4个音 其他都是很弦 排斥性的 或者是对撞性的 那你这里边是G 跟这个 从E上数是第几个音 数一下 从E上数 从E上数 E在这就不在E 对 1 2 3 在这里 大3 那这什么东西 升2 升2 应该叫降3 你说升2也对 但是呢 原理上你会经常会看到 绝对的可能性 9%就管了叫什么呢 叫做降3 对 那降3出现在 这个是什么和弦 降3 这很怪的一个音 或者Sharp9 会可以 一般升2很少 就是Sharp9 这第二个音升上去 也叫Sharp9 第9个音升上 第2跟9是一样的 所以看到有些和弦很怪 叫E7 Sharp9 上次学到爵士里边 弹一下这个音 弹一下E7 在这里 7个三角音加一个 G 所以当我弹E7的时候 我弹 当你就停 恰恰就停到了 就G上 停到这个G上 你停一下G你弹一下 好 这形成这个瞬间的和弦变化 是叫E7 Sharp9 对 这是爵士里面一套 所以为什么说 学爵士先学布鲁斯 你布鲁斯弹的有味道 弹爵士就比较容易 如果布鲁斯很难的话 这个布鲁斯很简单的情况 爵士的音乐只是把它复杂化了 大量的和弦在里面 比这复杂多了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case 好 然后再继续来 再看E7 下一个音是什么 好 你弹是什么音 E 我弹是E7 它是它的什么根音 对吧 绝对百分之百合得上 没有冲撞 下一个 好 弹是什么音 D D跟E7是第几号 降7 降7 降7是和弦内音 是1 3 5 1 3 5 7 好 下一个 又是C C加上一个什么东西来了 刚才说 C加上那个 升5 对 好 就这个 对 是一个很怪的一个音 好 升5 你看有些歌曲 流行歌曲 流行歌 比如 这里边有没有 这个就出现 刚才这个 在古典音乐和流行歌曲 其实也常用这一颗弦 但是 是瞬间的一颗弦 但是没有这么明显的 像布鲁斯也是一套 布鲁斯这个到处都是 经常会形容这个冲撞的 是这个一样 好 我们再看一下下半 那我们再弹在底部 C下一个音 这个A加进去是什么 A加进去 8 4 好 这也是从一个八度学的数下来了 有的是重复的数下来了 好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 布鲁斯里边 我虽然弹了一个简单的scale 但是说 但我们刚才弹的是 A Panatonic Scale A的五声 A小调五声音阶 好 A小调不是A major A小调 A minor Panatonic 那这里边有一个 布鲁斯 flat 5 I'm sorry flat 5 布鲁斯音阶 是在A小调五声音阶 加了一个1 这是 flat third 这是4 升4 也会叫降5 好你弹一遍 A A C D D sharp 或者E flat E flat E flat G 好 按照我们传统的中国人 或者是 唱名是 L Do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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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A root 好 你会看到这种数字特别特别的常见 在你的书本上看 那乍一看有点晕 这是第几号 That's right Root No.1 第1个 第1个呢 这个呢 降3 这个 4 这个 降5 降5 很好 这个 5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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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都数了 我没有数这个 所谓降5的音 我们再试一遍 现在就光数这个降 你弹一下这个E-flat这个音 我如果弹A7E-flat是什么音 弹一下音 很怪 对吧 是什么音啊 这个是 从A上数这个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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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A上数这个音是 我等你没关系 你要数A大点 不能数A小点 从A大点数A是Root No.1 你看 我们上次卷了长拳半 全 第1个是1 然后全全半 全全全半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2 3 4 5 6 7 8 好 再来一遍 1 1 2 1 2 3 4 好 这个音是什么 下边就这个音 就是E-flat 升4 或者降5 对吧 升4和降5 是一个音 对 所以我们在这会常见的是 应该是降5 那这和弦也叫A7-flat-5 弹一下A7-fla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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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和弦在A调布鲁斯不成立 你不能弹这音 因为F这个音没有这个 你就升F对吧 对 所以你千万别以为所有的Jazz-core 都能混在布鲁斯里用 有东西冲撞就是错误了 假如你弹A布鲁斯 这是绝对绝对不太好听的一个事 是个错误 但是你弹这个音是对的 很怪的一个和弦 一个Jazz-core 你可以不用管的 把这个音留给低调 主音机的来弹 它可以 就可以弹它了 好 我们现在做一个练习 请你弹一下这个A7-颗弦 我来做一个示范 这个停留的音非常重要 就是弹你弹布鲁斯里边 我们不用半多代 你可以回家自己试 你先弹一个A7这个音 好 不用弹五音就弹在这里 好 我弹一个音 你会记得这Rude特别特别强 再来听到降三上再弹一点 降三也可以用 对吧 再弹下一个 好像这也可以用 好几个音都可以用 再下一个 这也能用 对吧 听起来都可以 再下一个 这个D和弦 就如同一个音 对吧 所以你可以发在A很自由 就取决于你下边想接D 想接这个D和弦 还是E和弦了 这个已经基本是平均的 所以你有充分的自由用 唯一的就不协调 就是 ça flat 5 所以我们尽量当那个passing note 一个过度音和弹 我们还弹就可以了 所以布鲁斯今天我们来讲的是 让你自己建议一些系统 你要先明白这个skill怎么用 这个音阶在这里 还有一个音阶在12把 弹过了 全部覆盖 很好 这一遍就很好 就是你把它全部要覆盖 因为每个音在这里边 这有可能是 你要把低音高音全部覆盖 回到根音上 一定要回到根音上 你可以用这个当根音 也可以用这个当根音 任何一点都可以 所以在练习的时候 请你从根音开始 绕一圈回到任何一个根音停止 要养成一个习惯才好 你的脑子里的耳朵在追寻 停留的那个根音上 时间长你自动的耳朵去找那个音 这是很重要的音 好 City Rider这个曲子 是一个很传统的歌曲 刚才学的这个歌叫做 Mindnight Special 是午夜的特殊的午夜 这个东西是个Prison Song 是个监狱里传出的歌曲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一学让他告诉我 他是在美国长大的 他比我大多了 他说这就是 80年代监狱里边传出一首歌 你说奇怪不奇怪 监狱里传出的歌 会在这书上当教材用 奇怪 太流行了吧 很奇怪 好 我们看看下一个练习 Shuffle这个呢 是个Bass line 这个Bass line很简单 有很多很多种 我们试试看 我们来看一下69页 这Shuffle Bass line 这是个低音线 是2 3 4 你看 Bass line 可以基本能跟下来 这就留给你了 特别简单 把它练到120的速度就行了